投资理财最讲究连结和诚信 不过一名银行财务顾问 却利用顾客的信任 诱骗33名顾客投资各种计划 从中敛财超过500万令吉 因而面对60条失信指控 法官今天判处被告罪名成立 必须为自身罪行入狱20年和编斥24下 35岁被告卡瓦·鲁丁 在马来亚银行担任财务经理 因涉嫌超过500万令吉失信案 今天在刑事罚点409条文下 在沙亚南地平面控 控状指 被告在2013年1月到去年6月期间 私吞33名客户高达545万令吉的投资金额 面对60条失信指控的被告 聆听控状后俯首认罪 法官判处被告编斥24下和入狱20年 刑期从被捕日今年5月16号算起 另外吉隆坡高亭今天驳回 森纳美公司前总经理查基的上诉申请 维持贪污贿赂罪原判 不过法官同意减轻被告入狱的刑期 从27年减少到10年 同时罚款89万4000令吉 54岁的被告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 在位于柔佛新山的住家 向一名承包商收取17万8880令吉的贿赂 包括加斯和民调 以便加速批准一项高达2390万令吉的承包商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